這個詞建議各位趁現在淘金娘四星有up的時候趕快抽 因為接下來四星的角色非常的多 有的時候你不一定會曬到你想要的四星角色 而淘金娘又是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真的大公池真正的大獎是淘金娘 超級無敵飛 這是誰呢 誰呢 WOW 正點 各位這個才是大獎好嗎 這一隻才是大獎OK 值了好不好 大公池就是要抽這一隻 這一隻才是大獎好不好各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明日方舟系列影片 現在是火蘭之星的前置活動 就讓薩克大略的介紹一下這個前置活動大概是怎麼樣子吧 影片開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薩克接下來明日方舟 美不用甘子豬和荷包君換來的影片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客玩遊戲 想看無客玩家怎麼打高進度的話 我們內文有副頻道連結 也歡迎各位去訂閱一下 好的 火蘭之星的前置活動呢 基本上是沒有開放任何的活動關卡 但是這些手環呢你要怎麼獲得呢 很簡單呢 就是透過完成每日任務 大家有沒有看到手環 所以在火蘭之星進行這段活動之前 請各位盡量的就是一定要把每天的每日任務都解完 把該做的事情每天該做的事情做完 為什麼 因為這個前置活動其實送的東西還蠻多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藍色的精化教材 還有兩個非常獨特的Skin 雖然說 沙克看到腳鋒真的會怕啦 真的我會怕好不好 但是這個造型其實也算是蠻Man的好不好 果然是卡的猛男 基本上這個活動前置活動送的東西都還不錯 有理智萃取液啊 然後這麼多龍門帝 還有澆水 甚至呢有大量的高級作戰經驗 還有30本二級的技巧蓋藥 哇靠 技巧蓋藥2真的非常的缺 真的超級無敵缺 所以請各位務必每天都要把每日任務做完 這個活動非常的重要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第一批的泳裝活動正式上線了 目前推出的有小火龍 空還有古米的造型 我覺得古米這個造型超級棒的 雖然說他那天非常的不及格 但是這個造型哇真的好甜美啊 很甜美的一個小女孩好不好 真的哇怎麼辦 欸明日方真的是少數讓薩克就是 雖然說很多角色的歐派並不及格 但是說真的就是還是會讓薩克很喜歡那款遊戲 好啦決定了就買吧好不好 15元10開Ricky 開下去哇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古米的造型真的很好看 接下來我最期待的就是接下來正式登場 就是閃靈的泳裝 哇閃靈的泳裝真的是震到翻掉 再來呢第二個就是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一次的卡詞吧 大家都知道嘛對不對 大公尺真正的大獎 就是上次薩克裡面講的淘金娘 大家一定要想辦法把四星的淘金娘給抽出來 太重要了 能天使跟小火龍這個詞呢 我反而覺得就是比較沒有必要抽 除非你剛好沒有能天使也沒有小火龍 那很幸運的是薩克這兩隻都有了 但是呢如果你很缺這兩隻角色的話 其實這個詞也是可以拚拚看的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雙UP的詞的話 六星特別容易歪 所以呢如果你是單純要拚能天使 或是單純要拚小火龍的話 那這個詞的話 你有可能就會不小心歪到另外一隻 都有可能 像我朋友 對就是像頻道主雨天他就歪到傑哥 所以其實明日房子還蠻容易歪的 再來就是大公池跟各位再度強調 淘金娘這個四星先鋒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喔 好現在呢就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大公這隻角色的實戰性能有多好玩 基本上我覺得他算是一隻蠻special的角色 第一個他就是一個又不能被其他人治療的一個幹人 但是這個遊戲的靈氣補血 也就是buff補血喔 其實就是可以讓這些拒絕治療的角色吃到 比如說傑克的被動秒回 調香式的被動秒回 跟空的唱歌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補到這種拒絕治療的幹員 那大公呢 基本上他為什麼稱之為就是歐拉夫狂戰士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他損失血量越多 他提高的攻擊速度越快 哇就跟那個LOL的歐拉夫差不多一模一樣喔 然後呢他沒有阻擋敵人的時候呢 每秒會回復60點的生命值 通常我覺得他應該是一號技能會比較實用一點 因為第一個充能制的砍三下 砍三下之後呢就可以就是接下來下一次攻擊就可以砍兩次 而且攻擊又提高145% 這算是比較泛用的一號技能 再來二號技能呢 二號技能加75%的物理閃避 所以我認為呢 二號技能拿來單挑武王其實還蠻厲害的 那三號技能的話 三號技能就是開了之後呢 幫助你防線不要漏怪齁 通常啦如果是我有抽到大功的話 我應該會用一號技能 然後打王的時候用二號技能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現在是9月30號月底 所以我沒有辦法買大月卡 但是我明天應該就會課大月卡了 好就讓我們看看這次時間抽 我們能不能把淘金娘給抽出來吧 抽下去吧 這個詞喔 建議各位趁現在淘金娘四星有UP的時候趕快抽 因為接下來四星的角色非常的多 有的時候你不一定會賽到你想要的四星角色 而淘金娘又是這麼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真的大功詞真正的大獎是淘金娘 OK開始吧 慢慢抽 哇又是一個很high的特效 喔對我忘記了前十抽是保底五星啊 哎呀 喔 啊只有一隻五星 然後幾隻四星 哇好多三星喔 我覺得這樣子不太太優欸 有點可怕 哇都是手面孔 好可怕喔 誰呢 喔天啊不要手面孔 喔天啊 全部都是手面孔過完 薩克在明日幫助真的很非啊 非常的非啊 哎呀怎麼都是三星呢 喔然後全部都是手面孔 全部都是羅德達的好朋友 太誇張了 哇 條香絲出現了 哇這個時候給我條香絲 啊 薩克跟各位講一下 薩克玩到現在的條香絲 還沒有還沒有錢呢 真的有夠飛的 超級無敵飛 這是誰呢 誰呢 哇正點 各位 這個才是大獎好嗎 這一隻才是大獎OK 十二 好不好大公尺就是要抽這一隻 這一隻才是大獎好不好各位 哇賽 再多給我一點 喔不要渡兵狗狗 不要渡兵狗狗 喔是誰呢 星級嗎 啊靠又是可送 好啦好啦OKOK 還不錯 有抽到草菁娘了 讚 OK有抽到草菁娘就很值得了 真的非常棒 OK 太棒太棒了有草菁娘可以玩了 喔這才是重點齁 好我們再看看要不要單抽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這一池 應該是可以把它抽光好 我覺得 就是盡量多賽幾隻 桃菁娘出來 盡量多賽幾隻 桃菁娘出來 桃菁娘這個角色我覺得 喔 可以練 真的要練 很重要的一隻四星角色 哇賽 真的耶 哇加倍有感耶 桃菁娘加倍有感 讚啦 再多來一點點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趁現在桃菁娘加倍的時候 多抽一點點 多抽一點點 不會後悔啊 走開了白光 好啦OK 真的很值得好不好 抽桃菁娘就對了 各位一定要趁下來 趕快抽桃菁娘 大公尺 真正的大獎 就是四星的桃菁娘 非常的重要 請各位一定要抽 以上就是這次火藍之星 前之活動的影片 加上爆抽 希望能賽到更多新玩具 開發更多新玩具 給各位看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